大家好,我是刘德华 今天看了一个新闻,觉得特别有意思 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新闻是说 台湾外交部呼吁尊重乌克兰主权独立 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 里面是说台湾外交部今天透过新闻稿指出 中华民国台湾政府重生 并呼吁各方尊重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 这句话 其实你把它改成大陆说的,我就觉得很像 新闻继续说 反对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 呼吁各当事国持续透过和平理性的对话方式 解决旗舰及风筝 共同农历维系区域与全球的和平稳定 及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其实你说台湾嘛,毕竟是美国的小弟,对不对 他出来发声啊,支持美国啊,支持乌克兰啊 就是,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 不过他这个话,就是听起来就是呼吁尊重乌克兰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我觉得就是,就是台湾,台湾人自己就是听着不觉得奇怪吗 就是因为台湾也在闹独立,对不对 就是乌冬地区他也是在闹独立 而且在乌冬地区也是说有超高的民意啊,就是支持独立 所以站在台湾的你说角度啊,你支持,你支持,还是不支持乌克兰那个 乌冬地区的人民,就是要脱离乌克兰的决定 其实,尤其你说乌克兰他不准乌冬地区独立 他和那个大陆不准台湾独立的那个逻辑其实差别很大嘛 我觉得气势不大啊,当然台湾自己可能觉得我和乌冬地区不一样 但是至少大陆的逻辑和乌克兰的逻辑肯定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大陆在遇到那个其他国家闹独立的事情 他一般也是很谨慎 他其实也是同一个道理 台湾嘛,当然他没办法啊,必须跟着美国要支持乌克兰 其实我也觉得就是 完全也是因为说美国支持乌克兰 台湾才会支持乌克兰 那如果这个事情反过来,如果说从感情上来讲 如果说要封列乌克兰的是美国 那我估计那这两个地区 他的独立成功要被那个台湾吹上天了,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台湾政府自己可能在写这个尊重乌克兰主权独立 以及领备完整的时候 他肯定觉得也有点别扭啊 所以后面又特别加了一句嘛 就是说反对于武力片面改变现状 他其实就有点影射那个大陆的意思嘛 先不管台湾怎么说 我觉得从阿富汗到现在到了乌克兰 我觉得对台湾,尤其是台独,他刺激应该是挺大的 因为台独嘛,毕竟其实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美国的支持 但是在阿富汗人身上,在乌克兰人身上啊,非常非常清楚的表明了一件事,就是关键时候美国人靠不住 其实台湾外交部,他最近的发言其实表现的也非常清楚,就是这个事情 像台湾外交部就是这个新闻后面说嘛 就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文件,除了重申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下的承诺外 也强调美国将与区域内外的伙伴合作 维持台湾的和平稳定,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御能力 并且将营造是台湾的未来可以依照台湾人民的意志 与最佳利益,并透过和平方式决定的环境等 就是现在你为什么老说这个美国对你的承诺 尤其是在乌克兰这种刚刚发生的时候,包括之前 阿富汗就是刚被美国抛弃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就是台湾就一直强调美国对自己的承诺嘛 其实如果说美国的承诺一直很稳定啊,让台湾很安心啊,觉得很靠谱 那为什么要一直讲呢 我觉得本身就是一种心虚的表现嘛 就是因为觉得不靠谱不不靠谱啊,不放心,所以才要一直讲 包括下面有一段话就是说,台湾外交部指出,拜登政府上任以来 不断展现对台湾的强劲支持,也多次重生对台湾坚若磐石的外交承诺 台海和平稳定不仅符合美国及区域国家的共同利益 台美对于维护自由民主的价值更具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标 这一段话其实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了 其实它更展示了就是台湾一些人害怕被美国抛弃 因为害怕被美国抛弃怎么办呢 就赶快表明自己还有利用价值 大家看看这一段话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 它里面一句话说,它这个,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 这个更,就是更具有共同的理念和目标 我觉得这个更字它用的非常好 就是你为什么要用更呢 就是单讲台湾的话不需要更 这个更它其实就是一个对比,对比谁啊 就是对比乌克兰,对比阿富汗 就是他们觉得吗,就是我对比,我比阿富汗,比乌克兰都更有利用价值 对美国更重要,所以美国不会像抛弃乌克兰和阿富汗一样,抛弃台湾 这一点说实话我是赞成的,就是利用价值上来讲 就是台湾还真的就是对美国来说比乌克兰,比阿富汗重要 其实也不是说台湾自己比较有用 关键是美国的对手,就是中国大陆 对美国来说 就是更加怎么说呢 想对付它,想对付中国 更加需要台湾来对付中国大陆 你利用乌克兰就是对付俄罗斯嘛 但是俄罗斯对美国来说 就是风量越来越轻了 说实话吧,就是说这个事实虽然我觉得是无比清楚 就是说美国它其实就是把台湾当成一个工具 而且是随时可以抛弃的工具 但是有一点我不觉得 就是说 发生在很多人就觉得发生在阿富汗或者乌克兰身上的事情 能让民进党当局能够清醒一点 其实上面就是台湾政府的反应 我觉得也能体现出这个事情 就是说看到阿富汗乌克兰利用完被抛弃以后 台湾它不但不会觉醒 反而怎么说呢 就像台湾外交部的反应说 就是说 不是说我不应该当工具被美国利用 而是说 我应该就是想方设法 让变得对美国更有利用价值 他不是说不许阿富汗乌克兰被美国利用 他反而想办法 就是让自己变得更有利用价值 就是这个道理 那怎么让自己更有利用价值呢 就只能说买更多美国的武器 然后吃更多美猪 然后把自己紧紧的和美国的利益 困繁在一起 然后就是让美国欲求欲求嘛 就是美国人干什么 我就坚定的更定美国 然后当美国对抗中国的马前卒 然后呢 就让美国舍不得对待我 觉得我很有利用价值 所以有些有些人嘛 包括大陆的同战部门 或者是台湾蓝营的一些人 他想用阿富汗啊 就是乌克兰来就是警醒民党 我觉得就是适得 就是适得欺反吧 因为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民进党 他现在就是已经彻底 把自己和美国绑在一起了 他没有别的退路 说实话 对民进党这种行为嘛 说实话 我个人没有觉得什么可恨啊 或者说觉得他狭扬自重啊 我个人的感觉 唯一就是 就是唯一让我觉得很痛心的 就是太蠢了 说实话对不对 虽然说 这都就是从敌对角度上来讲嘛 就是你想帮美国对付中国 我觉得很正常 但是作为一个华人 我觉得你能不能聪明一点 就是大家都是华人 对不对 你像那个新加坡 就是李氏父子 他就是夺给华人争光呀 就是弹丸弹丸自己的 直递的新加坡嘛 他可以就是玩玩一个世界 但是台湾呢 同为华人对不对 就是民进党就是 蠢到我觉得给华人丢人啊 就是让美国人随便玩 就是两岸上嘛 就是我肯定是站在中国大陆 但是我又不希望说啊 你这么让一个让美国人去玩 真的就是非常蠢 其实就是台湾今天 他的处境他和那个乌克兰 那个小丑啊 总统就是 泽连斯基 他是一样的嘛 就是美国今天为什么 就是说敢对乌克兰这样 就是不但不救你啊 甚至光明正大的就是炒作 俄罗斯入行啊 各种就是啊 加油天才 各种敲边谷 就是唯恐乌克兰不乱 他自己好乱种取栗 包括之前乌克兰 对美国那种炒作俄罗斯入行 他也是不满的嘛 但是美国他为什么敢撕乌 激谈的这么干 对不对 因为他知道 他无论怎么做 乌克兰都不会跑 因为乌克兰自己 他把所有的宝都压在美国身上了 即使美国不帮乌克兰 美国利用乌克兰 美国再怎么整乌克兰 乌克兰没有其他退路 他只能跟着美国 就这种情况下 美国怎么还会牺牲自己的利益 去保护乌克兰呢 他其实回到台湾 他也是一样 就是美国为什么保护台湾 他为什么支持台湾 我觉得只有文王 他可能才觉得是因为那个 美国和台湾什么利益 就是民主自由价值观一致 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 这场人都很清楚 就是因为美国需要利用台湾 对付中国大陆嘛 就是这才是美国支持台湾的根本原因 当然你会站在台独的角度吗 他也需要美国的保护 但是 在美国来说 就是台湾独立不独立 对美国来说 他根本不关心 他关心的就是美国 就是台湾的可利用价值嘛 所以 至少台湾对美国 他不是说单方面的依赖 他本身就是一个互相利用嘛 既然是互相利用 对不对 大家 互相利用 总会有很多操作的空间 所以台湾其实 有很多可以 从美国争取到那个 好处的空间 毕竟像李瑶说的嘛 对不对 就是 台湾是美国的 开门狗 但是开门狗 怎么能用 自己被 自己被捕头嘛 就是你可以给美国 争取一些好处 就像一条狗嘛 他喂肉喂馒头 他其实很多时候怎么说呢 他不是说看主人提供什么食物 他看那个狗的要求 比如说你养个藏傲 你喂他馒头 他肯定不吃 他只吃肉 那你只能喂肉 那你喂一个普通的看家狗 一个馒头 那狗就很开心了 那怎么还可能喂你肉 那民进党呢 他现在就是彻底倒向美国 他其实就和乌克兰一样 他把自己的底牌全打光了 他都把自己的宝全压在美国身上了 就像一条狗 他不但不吃肉 他还自带甘铃 就反正美国无论怎么样 就是台湾都离不开美国 所以美国 包括日本 对台湾就是 现在就是为所欲为嘛 让你买武器 你就要买武器 让你吃莱猪 你要吃莱猪 让你吃核食 你必须得吃 反过来说 如果说 就是民进党 他有一点那个 像李光耀父子的智慧 他怎么可能这样呢 而且大家记不记得 就是说台湾唯一 就是台湾经常和日本有利益冲突吗 但是唯一和日本阵营的是 那一次是哪一次 就是因为之前 马英九和大陆联合要保调嘛 要保调一台嘛 日本一看台湾要和大陆走一起了 立马同意和台湾调调调的一权嘛 所以按照这个思路 其实台湾本来是可以 左右分源预求预求 对不对 但是现在就搞成这样 就是说 在大陆这边他被打压 你回到美国日本那边呢 你不但得不到支持 还得一直上供 除了蠢的呢 是没有别的话可以说了